诶对吧,是不是谈到两个相片的相片 然后,接下来我要讲第五个哦 诶,哈喽 我黑板这里有个题目,这个题目我们也要再来做 我现在要先讲第五个名字 来,我们先介绍第五个名字 写在你的笔记本上 第五个名字,我们要介绍一个特别的相片 这叫做什么相片呢?叫做零相片 OK 诶,谁可以告诉我零相片是什么? 其实课本有写哦,你没有先看过课本 零相片等一样 相片等一样 所以他来自四年 他在点,对零相片等一样 对,没有错哦 来,我们先上去哦 如果应该相片哦,他的几点 来,还有他的中点 好,后面那些人不要讲话哦 如果一个相片,他的几点跟中点哦 是同一点,为同一点哦 那他可以的这个 快看 知向量 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做零向量 好 OK 可以吗 来,很轻哦 来,很轻哦 来,大学 这个,把电机写上去哦 对 同样我们知道,向量的概念就是位移嘛 像我是高雄人,对不对 你想象一下,我从高雄出发 然后去屏东玩 然后坐火车到台东,花莲,宜兰,台北 然后再回到西半部,对不对 到台中,台南,然后再回到高雄 同样我从高雄出发,最后又回到高雄 请问我的位移是多少 零呢? 对不对,这就是零向量的概念哦 向量就是位移的概念嘛 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零向量 起点跟中点是同一点哦 听懂我意思吗? 起点跟中点是同一点的向量 叫做零向量 蛤? 我说我也是说 他要提亮吗? 他要来提亮吗? 哦,我提亮你,好啊 来,零向量我们用什么记号呢 可以看我这边 零向量我们就写一个零 上面画一个向量的记号 这个叫零向量 好不好 那当然这个零向量 因为它的起点跟中点是同一点哦 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写 也会写成AA向量 这样可以吗? 或者写成VV向量 这个都是零向量哦 哎,你不小心听哦 还有,接下来哦 关于这个零向量有几个小小的地方 要来跟同学说明一下哦 同学我可不可以问你 我们把向量如果加上绝对值 这个称为向量的什么东西? 长度 请问你零向量的长度是多少? 就是零 来,我们一起写 零向量的长度是零 然后还有第二件事情哦 我们知道向量除了长度之外 它还会有方向 所以现在老师想要请教各位同学 你猜猜看零向量的方向是什么 没有 可以认为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同学讲的都是对的 有人说零向量是没有方向 这样讲可以 也有人说零向量是任意的方向 这样也对 这样听懂吗? 如果有问你零向量的方向 你可以告诉他 零向量没有方向 或者告诉他零向量的方向是任意的方向 都可以 来,同学你就写上去 他没有方向 或者 或者你这样讲 他的方向是任意的 或者是任意方向 都可以 来,第二个 零向量它的方向 来,接下来 多学第三个 要提醒同学 所谓 零向量跟零是同样的概念吗? 是不一样的概念 欸 我跟你讲 多学零向量 多学零向量跟零 跟零 我觉得行中得好 零向量与零 是怎么样 是不同的概念 是怎么样 是不同的概念 它是向量 所以零是什么量 零是纯量 向量跟纯量 这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东西 像我曾经有看过 有些书本它这样写 你知道吗? 有些书本写说 零向量 不单为零 要不然A就怎么样 这个叫三一律 对不对 有些书本这样写 其实我不太认同 它写说零向量是等于零 所以你这样暗示说 它不会等于吗? 那代表说它会比它大 或者它会比它小 是这个意思吗? 这样讲是不是感觉上 在逻辑上 好像有那么一点瑕疵 我觉得 你清楚 我们想表达的概念就可以 零向量跟零是不同的概念 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答案是零向量 你去给我写零 同学这一题是没有分数的 我先讲清楚 答案如果是零向量 你一定要写清楚 不可以写零 你写零是没有分数的 很多学生在这里 观念会不清楚 这个是向量 零是存量 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这样可以吗? OK 那零向量 我们就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应该没有吧?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现在要请同学 在你的笔记本上 或者课本空白的地方 把黑板这个题目 把它抄上去 这个题目给它三个三 我看这个题目很重要 对一个初学者来讲 来 我们给同学一点时间 把这个题目写上去 这个题目要花一点时间喔 所以你看得懂 这个题目在相中吗? 我画了两个图在列板上 所以这个是正五边形 这个是正六边形 正五边形 大概有五个零点 对不对? 正六边形 有六个零点 我现在问一个问题 任选两个零点 所形成的非零向量 有多少值? 你懂我意思吗? 比如说如果我选这个点跟这个点 同学如果我选这个点啊 跟这个点的话 像这样子 如果我这样子画 同学这样子 是不是就会有一个向量 对不对? 那当然我也可以选这个点跟这个点嘛 同学如果我选这个点跟这个点的话 如果我朝这个方向来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形成一个向量? 所以我问的问题 同学你应该是看得懂 这是一个正五边形 这是一个正六边形 任选两个零点 所形成的非零向量 分别有多少个? 我给你一点时间 因为这个题目 跟排列组合 会有关系 好 会有关系 你回答我这两个图 要填多少数字? 以前你们的学长 问完五边形跟六边形之后 我会继续问 七边形跟八边形 然后问完八边形之后 我就问他 那如果是正N边形的话 那情况又是如何? 但是我想 那个时候是210 那时候他们要学的东西比较深 我不要问到七边八边 我问最常见的 五边形跟六边形就好 我给你一点时间 你想想看答案是多少? 来,你坐一下 好 好 好 谢谢 看吧 一个是政府命行 一个是政府命行 这种问题 以后可以升级到空间向量也可以考 可以跟排列组合的观念 结合在一起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考题 所以同学 我们先来处理这两个小问题 OK 这边不用快了 我觉得这种讲的快 好像没有什么用 来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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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你想一下 我看一下怎么 Martin 或許多個 有算嗎 好 現在都有答案 有三個心理 三個心理 五個 五個 二十個啊 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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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學微信 五個 好了 問第一題喔 對面有幾個 可以說幾個 十個 到底是幾個 二十個 二十個 不是啊 所以到底是幾個 我上一下 來 我現在跟同學講齁 來 同學我問你齁 這個 政府兵型齁 認選兩個頂點 我覺得它可以連成幾個線段 剛才有同學講嗎 C5取多少 C5取2啊 同學你知道C5取2是多少嗎 十啊 是哪十個 我畫給你看喔 它五個邊是不是就五個 然後你看它這邊這樣畫 六個 七個 八個 然後再來怎麼樣 九個 十個 欸 它是不是這樣子 它有五個邊嘛 這樣是不是就五個 然後六七八九十這樣子 這樣可以嗎 這樣是十個 然後每一個 同學我問你喔 每一個線段 你可以賦予它幾個方向 兩個啊 對 你可以這個方向 或者這個方向 所以同學 這個算數我應該有幾個 有二十個喔 來 這裡有二十個 蛤 為什麼 哪裡 哪裡 它一個線段 是不是賦予兩個不同的方向 是不是可以做出兩個有向線段 有向線段就是向上 所以同學注意喔 正五邊形簡單喔 正兩點點所形成的飛鈴向量有幾個 十二十個喔 同學 五邊形這個通常 不太容易做錯 但是比較容易做錯的是正六邊形 正六邊形我要用問的喔 答案是幾個 欸 我來問一下喔 四號在哪裡 今天是12月四號 正軒你算幾個 我嗎 對 你說 真的要你說啊 真的要你說啊 沒有開玩笑啊 三十個嗎 三十個不對 對 換一個 換一個 來 十四號在哪裡 有問題 十四號在哪裡 我覺得不是三十二 來 原字 如果是正六邊形有幾個 三十二 三十二不對 我跟你講 正六邊形同學就開始出狀況 來 再來 二十四號在哪裡 來 品傑 你覺得應該有幾個 三十四號在哪裡 我這邊十六個 十六個 還是不對 對 三十三 沒關係 品傑想一下喔 我再換下一個 三十四號在哪裡 三十四再 來 我們算龍哥 龍哥感覺就很有 很有feel 來 龍哥這邊有幾個 不知道 沒有想法 欸 你知道我在別班喔 有個同學說 老師 不是應該是C六取多大 C六取二 對不對 然後他也要把它再乘兩倍 同學C六取二是多大 十五嘛 十五乘以二是不是三十 所以C六取二有十五 那個十五個 你可不可以畫出來給我看 你畫得出來嗎 欸 你要不要畫畫畫看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們會不會數阿 我今天阿 欸 我數給你看喔 有同學就開始有 有答案喔 來 我現在畫給同學看喔 來 大學看我右邊 哈囉哈囉 哈囉 來 它是不是六個邊 六個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對不對 然後再來 這個的話 這個是什麼 七 然後這個是八 然後再來怎麼樣 這邊 欸 等一下等一下 三十六 五 然後這裡 十 對吧 然後再來怎麼樣 這樣過來可以 十一 欸 然後呢 這裡 十二 然後 藍色的十三十四十五 同學 你有看到嗎 我把它全部畫出來 同學我畫出來這十五個喔 你知道為什麼很多同學會答三十個 同學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同學這一段跟這一段是什麼關係 是平行喔 平行的話 同學這個向量跟這個向量是同一個向量 你要注意平行的時候 向量可能會有重複的現象對不對 所以同學你知道這種題目關鍵在哪裡嗎 關鍵在於分類 有些會平行有些不會平行 你告訴我 我現在畫出來的這十五條裡面 哪一個顏色是不會有平行的 我已經畫出來了 都有平行喔 藍色是沒有平行的啊 紅色是不是有平行 你有看到嗎 紅色是不是有平行 像這一段跟這一段是不是平行 黃色你看像這個跟這個是不是平行 只有藍色這三條對角線 它本身是沒有平行的 所以像這個題目你知道應該怎麼做嗎 C6取2我會先怎麼樣 我會先減掉3 減掉3是把這三條藍色的減掉 減掉之後再除以2 你說老師為什麼要除以2 除以2是因為 同學考慮這個跟考慮這個 是不是同樣的情況 因為我只要考慮這個就好了嗎 反正等一下這個跟它平行 狀況是不是會重複 所以我把它除以2 除以2之後再乘幾倍 再乘兩倍 你說為什麼要再乘兩倍 因為它考慮這個方向或這個方向 然後我被扣掉的那三個 我再問同學被扣掉的那三個 你再分開考慮 再乘多少 再乘2 再乘2 再乘3乘2就好了 所以同學你知道這題答案算出來是多少嗎 答案是18 同學這裡有18個 這樣好不好 簡單的小問題 跟你談一下這樣好不好 好 排列組合關鍵在於分類 同學你要會分類 以前我還會問正七邊形 還會問正八邊形 不過我想我們這一切就不問 我們就五六邊形這樣就好了 好不好 OK 好來那我們就大概把這個問題簡單的談一下 剛才談完檸相料 搭配這個例題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談第六個 第六個我們來談另外一個概念叫做反向量 你們有聽過這個名詞嗎 是的 反向量 有沒有聽過反向量這個名詞 方向相反 方向相反 AV向量 來這個給他一個定義喔 魚什麼向量 魚什麼向量 來 VN向量 長度相等 這兩個向量齁長度是一樣的 好長度相等 但是怎麼樣 但是他們的方向是相反的 OK OK 好那你就記文 來 AV向量 就是負的什麼向量 VA向量 來同學這個東西 你有沒有看過 你知道反向量的概念 有嗎 他說這個反向量就是一個加法反元素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的意思是說這個東西喔其實是這樣子 同學我問你 3加上誰 同學3加上誰會等0 這誰不知道啊 同學加上它自己的相反數嘛 所以3加上誰會變成0 叫做負3啊 對不對 同學這個叫加法反元素 那我現在問同學喔 請問同學 AB向量 要加上什麼東西 它才會變成0向量 你覺得AB向量 是不是要加上它的加法反元素 你覺得AB向量要加上什麼向量 才會變0向量 從A到B的力量 你要把它抵消 所以你要加上一個跟它相反的力量 所以你要加上什麼向量 加上VA向量啊 對不對 考慮一下這個VA向量 AB加VA 它其實就會等於什麼向量 等於AA向量嘛 你們向量不是有學過加法嗎 你們其實有加法的概念嘛 所以這個AA向量就是什麼向量 就是0向量啊 對吧 所以這個VA向量其實就是負的什麼 就是負的AB向量 這叫加法反元素 其實很容易理解 OK嗎 好 向量的加法 好 那就是把反向量的概念 稍微跟同學來提示一下就可以 OK OK 好的 那講完反向量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來談一下 談一下什麼呢 向量的加法好不好 好 接下來我們來談喔 向量的加法 我可不可以 你們到底有沒有概念 向量的加法你們會嗎 物理有學過嗎 物理有學過嗎 有嗎 有吧 有吧 物理有學過 所以數學可以簡單的講一下就可以了 來 譬如說 譬如說 這樣子喔 這裡 這裡 來 這個叫AB向量 給他一個名字叫A向量 來 這裡有一個BC向量 給他一個名字叫做B向量 我現在喔 來 AB向量 再加上什麼 VC向量 來 請問會等於什麼東西 指點的位移啊 你們這個有學過嗎 你們有學過嗎 他們說AB向量加上AC向量 會等於什麼向量 對 會等於AC向量 對吧 就是從這裡到這裡 這個叫三角形法則 可以嗎 這個就是A向量 再加上B向量 我們知道有三角形法則 也會有B形式B形法則 其實他們概念上是一樣的 可以嗎 你就想成一個指點的位移 它移動的種類 就頭尾相接就好 欸 向量的加法 這個是頭尾相接喔 我寫一下 頭尾把它接起來 我很喜歡一個說法 其實向量的加法 你很簡單的去思考 它其實就是一個接龍的概念 你知道嗎 就是一個一個把它接起來就可以 就是接龍 欸 你們有學過嗎 有齁 比如說啊 來 我來出一個題目 我一定要教同學向來畫圖 欸 這樣講 這裡如果有一個A向量 我看一下 早上我才給一般上來寫 來 這裡有一個B向量 然後這裡有一個C向量 這樣子 來 頭尾我現在讓你做一件事情 你想像一下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銅環 有一個銅環 有一個銅環在這邊 有三個不同方向的力 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跟這個方向 去拉它 頭尾你把這三個向量加起來 你去 等一下你來幫我畫 這個銅環會被拉往哪個方向 你把它畫出來 這樣可以嗎 頭尾 我要你畫A向量 加上什麼 加上B向量 再加上C向量 我要請同學上來畫這個圖 你知道那個銅環會被拉往哪個方向嗎 對啊 這個跟這個 我要你來求A加B加C 你把圖畫出來 你們下面不是會加嗎 對 來 誰要幫我畫 好 我不太喜歡用平行四邊形法則 你們知道平行四邊形法則 你要算這個A向量加B向量 要畫什麼形 平行四邊形 然後它是對角線對不對 我個人 當然我們知道平行四邊形法則 跟三角形法則是一樣的 只是它是平行移動嘛 對吧 這一樣的概念 來 同學你要不要試試看 這個怎麼做 我要抽籤喔 有沒有同學要約定 呃 呃 這麼靠人 唉 徐玉文 徐玉文你行 你不行 怎麼可以說不行 怎麼可以說不行喔 彩家 彩家你行嗎 我不行 我不行 彩家你行嗎 你不行 你也不行 真的不行 那乾脆我來齁 每次來你們都要等到什麼時候 欸 同學我問你一件事情喔 來看我這邊 同學 這個向量的加法 我跟你講你就想成接龍 你知道接龍嗎 就一個一個接起來 你把這個V向量平移到哪裡 平移到這裡喔 來同學你看 這個就V向量嘛 把它拉過來這邊 頭尾相接就好 接龍啦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同學再把這個C向量怎麼樣 複製啊 貼上拉到這裡來 所以是不是往這邊 同學這個是不是C向量 好 那你告訴我 最後A加B加C是哪一個 A B C 所以最後你這個向量 這個同環到底往哪邊跑 往這邊啊 這個黃色的向量就是A加B 再加C喔 同學是不是這樣子 向量的加法很簡單 就是接龍而已 一個一個接起來 非常容易 非常直覺 這樣可以嗎 可以之後再講 對喔 好 行不行啊 行喔 那如果加碗而已的話 那當然向量有加法 向量就會有什麼 就會有減法 來向量的減法 好 OK 我盡量講得簡單一點喔 不要講得太複雜喔 來 下面的減法 這個 我想想看喔 怎麼講 謝謝 謝謝